一人吴亦凡涉嫌性侵被捕后 网络传出一张照片说 上海杜沙夫人蜡像馆里的吴亦凡蜡像 已经被官方换成了囚服 这个是假的 不好意思 就是我们里面没有 现在没有那个吴亦凡蜡像 已经没有了 对的已经没有了 这是假的 应该批凸的 蜡像馆澄清 吴亦凡的蜡像早在一年前 因为需要维修撤下 之后没再摆回来 像这样的批凸恶搞 或许还无伤大雅 但网络上陆续出现 吴亦凡救援群 说要营救被关的吴亦凡 甚至一度出现劫阀场 探监自演踩到官方红线 一口气删了15万条网络相关讯息 大陆央视也痛批 走火入魔的粉丝们该清醒了 吴亦凡眼神的乱象 让北京当局针对偶像养蜡类节目 提出更严格的管理 要求节目必须对粉丝 有正向引导 加强对水军和黑粉的管理 在大陆粉丝群体和追信文化 又被叫饭圈 是从粉丝英文Fans 产生的网络用语 大陆仿造南韩选秀节目 打造的偶像养成节目 成为近年大陆综艺主流 也造就可观的粉丝经济 以及当红明星 像是台湾艺人陈立农 就是参加北京男团真人秀 偶像练习生走红后才宣布出道 另外还有江苏女孩杨超越 是参加腾讯选秀节目 创造101打开知名度 因为这类节目受到极大欢迎 但收视群多半是未成年 在吴亦凡事件下 成为大陆官方整治重点 TVBS新闻综合报导 请大家订阅按赞 分享TVBSnews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也请用手机下载TVBS新闻APP 让您随时掌握国内大小事 请大家订阅